5月14日 中国玉树县发生了七级强烈地震 造成1500人死亡 无数人受伤 救援人员立刻赶往现场提供援助 其中也包括国际巨星成龙 就是说你看起来好的话 里面都是裂掉的 因为很多里面都很危险 都不让我进去 其实我就不怕危险 他们比我更怕 这是一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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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在下面 有啊 一定有 为什么这个世界有这么多天灾呢 想象想不到 那下呢我知道非常急 我是短短的两天 我筹了150吨的货物 用4M飞机调过去 成龙的救援行动一直持续到晚上 成龙大哥这么大的明星 这么好的一个人 能够来到海拔2700多米的这个节骨站 非常不容易 非常不容易 那么老百姓非常希望像成龙大哥这样的慈善 大慈善家 能够来到灾区 为灾区的人民能够做一些实事 谢谢 加油 为你们 为你们骄傲 谢谢 大慈善家 加油 成龙的到访 给再去人民带来了希望 特别是对当地的孩子们来说 因为很难来 我只能自己包一个飞机 来到这边送给大家 我的好朋友相见 都在关注你们 所以请你们放心 愚树雄凶起 愚树雄凶起 你们唯一要做的就是 好好读书 好不好 好 我爱你们 我爱你们 一愚口中国 一瓦定成家 一起来 我的家住在心里 家的我一个处理 我是情欲的一粒 家是幸福的养地 我的每一寸土地 家的每一个足迹 我爱我的家 我爱我的家 希望我们每一个人 爱我们自己的家 爱我们自己的国家 从哥哥改天再来看你们 经过十八个小时的车程 周居劳动 所以终于 然后坐着这个中国空军 回悉尼去了 我去唱歌给他们听的时候 再久的话 我会哭的 我还要装得很开心 唱歌给他们听 帮他们搞那个 搞那个 其实是安稳他们 安定他们 安抚他们 给他们的爱心 更多的 我是代表整个影剧界 不是我个人